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第二个节我们会煮特色的菜式和家人庆祝 今天我会示范这个红烧圆体 是我自家制的版本 希望大家喜欢 通常我们买的圆体就要去模 但今次我买的圆体很干净 我们不需要担心这个步骤 首先将一煲滚水煲滚了之后 放几片姜 放葱 加少许绍兴酒 这些全部可以辟出少许猪肉的腥味 大概5分钟左右 拿回来 其实飞水的作用 令我们待会炖猪手的时候 它容易快熟和入味 猪手有两个做法 你可以买回来去骨头也可以 或者不去骨头也可以 今次我没有去骨头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真的去骨头之后 我们炖了 肉很容易会散 开始皮有点收缩了 我们稍后就可以用厨子抹一抹干净 这样就可以叶了 好了 猪手我们飞水之后 就用厨子抹干净它先了 让它稍后容易上色 我们就用大概2汤匙的老抽 将猪手腌大约30分钟 让它容易上色和入味 猪手腌着的时候 我们做个酱汁 酱汁里面有什么呢 我们就有姜片 八角 这个是绍兴酒 生抽 水 然后再加一些冰糖 冰糖第一 就是糖分可以吊起所有肉类的鲜味 还有我们炖起来的时候 它的色泽是特别漂亮的 令到整个圆体 好了 我们都见到冰糖已经融完了 我们就可以关火了 就将酱汁倒入盆子 好了 所有材料准备了 我们下个步骤 就是将这个圆体和酱汁 直接倒入高速煲 用这个高速煮 大概煮它一个小时至一个半小时 就视乎你的圆体的大小 好了 我们盖上盖 接着就等它一个小时 这样就可以了 好了 圆体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 我就将它在等锅拿出来 现在我们将这个炖圆体的酱汁 加少许这个生粉水 加少许这个生粉水 煮稠少许 那这个圆汁就做好了 我们的圆体已经是 刚才用高速煲 炖了它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好了 我们将那个圆汁淋上去 那这个圆汁的浓度 就视乎你自己 喜欢加多少生粉水 那我就不喜欢吃得太过稠 那你刚才看到我就不是 加太多生粉水 这个简单又方便又好吃的炖圆体 就做好了 那就可以和家人一起吃了